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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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慈悲喜舍殿法院 喜福之助真菩提 生命便是 與你歡喜感的每一天 生命便是 與你歡喜感的每一天 常洋漫星 既然他會的群滴 女露 兒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继续来跟大家做佛学问答 上一回解释正信的佛教这本书的内容 里面问说佛陀是创世主吗 佛陀既不是创世主 也不是主宰神 佛陀只能教讨众生离苦得乐的方法 那么佛陀自己已经离苦得乐 但却不能代替众生离苦得乐 作为一个佛弟子 一定要了解到这一点 佛陀他自己成就了无上菩提 解脱了六道的一个轮回生死 那么佛陀既有四五五所谓十种的力量 但佛陀并没有办法运用他的神通能力 来代替代替众生离苦得乐 佛陀他只是教导众生 如何来离苦得乐 自己走过了这一条这个道路 那么导引的有缘的弟子信众 听了佛陀的一个教导之后 依着佛陀的教法来修行 那么最后也同样 可以处理这生死的一个苦海 就好像世间的老师也是一样 老师他并不能够代替学生 把他自己的所有的一个成就 然后代替学生 把他所有的知识 就这样子用这个力量 就灌输给学生 老师只是把知识传说给学生 学生也是要依着老师的一个教导 然后呢次第的一个学习 那么老师所有的知识 传授给学生之后 那么他所获得的一个成就 学生呢 那么依着老师的一个教导 次第的来学习 也可以得到老师的一个成就 佛陀亦复如是 虽然佛陀已经成就 无上菩提离苦得乐 但没有办法代替众生离苦得乐 那么佛陀呢 是大教育家 人天的导师 而不是呢 这个幻术家 及魔术师 这个幻术家跟这个魔术师啊 那么用它的一个幻术 让呢 这个大家看了它的这个幻术 觉得它有特别的一个力量 但这个力量 并没有办法提升 大家的一个心灵 它只是变化这个神通 变化呢 它的幻术 但并不能提升 观众的这个心灵 所以啊 佛陀 他并不是幻术家 也不是魔术师 魔术师呢 他只是 用它的一种特别的一种的技术 让这个观众啊 看不出破绽 那觉得说呢 它有特别的一个力量 那么观众看了 只是觉得说 哇 这个魔术师真厉害 那么可以变现出呢 鸽子啊 小鸟啊 或者是呢 这个在电视上 网路上 有很多的这个魔术师的 一个表演 那么 这些的表演 观众看了 只是觉得说 这魔术师呢 很厉害 能够表演 许多不同的 这些的技术 但 对我们一个心灵来讲 并不能够呢 带来 这个提升 那么 佛陀 他用不着骗人说呢 去带人赎罪 他是教导我们 一切要 自己对自己 负责 所谓的 种瓜得瓜 种豆 得豆 我南部的信徒 很多呢 都是当这个农夫 种田的 那我就跟信徒啊 解释说 一块田呢 那么你想要得到什么果实 作物的果实 那么一块田地里面呢 你得要去播种 或者是擦 作物的一个秧苗 那么经过自己的一个施肥 还有灌溉 除草 那么最后才能够呢 这个开花结果 可以说成了 作物的这些的果实 那么一块田地啊 如果没有栽植 任何作物的一个 种子或者是秧苗 它不可能 长成任何的一个果实 那么以此来批育 我们学佛 佛陀教导我们啊 在心地里面如何去 播种 我们想要得到 快乐的果实啊 得要有种下快乐的因啊 那么你想要 往生极乐世界 也同样要种下 往生极乐世界的因 想处理生死的一个苦海 那么也必须要在 我们的心地里面 播下的 处理的一个种子 如果我们没有种下 快乐的一个种子的话 那不可能有快乐的一个果报 想要处理生死的苦海 没有种下解脱的这个种子 那不可能 无缘无故就出离生死的苦海 无缘无故就出离生死的苦海 世间的这个田地里面 物浓的都知道 一块田地里面 没有栽植任何作物的一个种子 那不可能有任何的一个作物啊 收成的 一块田地里面 如果我们没有去栽植啊 作物啊 很容易长这个杂草 我们修行也是一样 在白花明门论里面啊 就讲到我们的烦恼啊 有根本烦恼六法 谁烦恼有二十法 那么善法呢 就只有十一法 这代表的是说 我们的烦恼种子 恶的习性 大过于善法的这些的种子 所以 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啊 如果 没有在善法上呢 精进 所谓的善的一个种子的话呢 在白花里面 善法有十一法 有信心 惭愧 无贪 无撑 无吃 勤 轻安 不放逸 行舍 不害 这个都是善法的一个种子啊 那如果说我们没有去播种这些种子 栽培这些种子 我们的烦恼草 八四田里面的烦恼的种子 贪嗔痴慢 疑恶贱啊 还有随烦恼啊 那么 这些的烦恼种子 它马上 它马上 就会呢 攒满了 这个杂草 这代表就是说 我们 如果没有在善法上呢 去精进 去播种 我们很容易被这个烦恼的 这些的习性 所覆盖 所以在修行的过程当中 我们 要精进的去播 这个善法的种子 所以讲到说 种瓜得瓜 种豆得豆 道理也就在此 事先的现象间 一块田里面 你没有种下 瓜跟豆的种子 它是没有办法 得到瓜的果实 你得要去播种 才能够有这个果实啊 可以收成 那么我们 心灵也是一样 没有播下善法的种子的话 那么我们是不可能 得到快乐的果报 不可能得到 出离生死的 这些的果报 所以说 佛陀啊 知因是果 知道 你想要得到什么果的话 佛陀就教导 我们要种下什么因 就如同一个经验 就如同一个经验 非常丰富的一个农夫 他想要得到什么 作物的一个果实的话 那么他一定要播那个果实 作物的种子啊 而且是不能种错的 种错的话 种错的话 因 不对 当然 它不可能 长出呢 你想要的这个果实啊 那么在修行的过程当中 我们的心地 如果没有种下 这个善业的一个种子 解脱的种子 我们不可能 无缘无故啊 可以得到 出离生死的一个果报 或者是 这个正德 出果 二果 三果 四果 这些的果味 所以 佛陀知因是果啊 教导我们 你想要得到 怎么一个 果报 果实 的收获 那么在修行的过程当中 你 就是要种下 这个 所谓的 你想要得到 人天的果报 你就要修 五界十善的 这个种子 想要处理生死苦海 你要播 四地舌因人 解脱的这个种子 你想要往生极乐世界 你也要播下呢 这个念佛 具足 性愿行三之两 这个种子 好 接下来呢 佛陀是什么 佛陀 这是呢 这是呢 印度古代 梵文的这个音译 梵文 佛陀 佛陀呢 他含有呢 自己觉悟 觉悟他人 觉悟一切 而无所不知 无时 不觉的 这个意思 所以 又被称为 一切之人 或者 叫做正片之 佛陀呢 简单翻译为佛 因为中国人 古时候呢 浩简 印度的这个用语 都非常的长 一个名词啊 都非常的长 就像我们念的 这个十大弟子啊 长老 摄利佛 魔后目见连 加摄 加瞻眼 离佛陀 这些大弟子呢 在印度的这个名字啊 都非常的长 那我们 习惯啊 用简称 所以佛陀 一样 我们就简称为佛 那么 佛陀呢 是在我们这个世界 距今呢 这个两千五百多年前啊 那么 以南传的一个记载啊 就是佛陀出世于西元前 六百二十三年 那么 生于印度啊 家匹罗未成的 这个释迦太子 成道之后呢 就称为啊 就称为啊 释迦摩尼啊 那么这个释迦啊 是这个足性 就是这个足的一个足性 佛陀是属于释迦族的 那么翻成我们中文的话呢 就叫做冷冷 摩尼呢 是印度啊 古代 对于圣者通用的一个尊称 那么翻成中文叫做寂寞 不是我们世俗所称为寂寞 那么是有寂静 啊 还有末造 这样一个意思 啊 那么这就是我们佛教的一个教主 啊 那么 但是呢 从 释迦摩尼佛的这个言教中啊 使我们明白 在现有历史的这个记载中 虽然呢 只有释迦一人是佛 可是过去九元以前呢 这个世界呢 曾经有佛出生啊 啊 我们 很多的道场 在过年的时候 都会有 礼拜呢 三千佛 还有呢 这个万佛 那么 这三千佛万佛就有 讲到呢 过去佛 现在佛 未来佛 好 所以 释迦摩尼佛 是在两千五百多年前 曾经出世在这个人世间 那么在释迦摩尼佛出世之前呢 也有无量佛出世于人世间 那么未来的九元以后呢 这个世界啊 能将有佛出生 就我们了解 就我们了解 下一尊佛呢 就是弥勒菩萨 他现在呢 那么 常居在 多率天 那么 观察这世间的这个因缘成熟之后 他将 事先 来这个人世间投胎 最后成就无上菩提 所以 所以 未来 也有 无量无数的一个佛 出世 那么现在的十方世界呢 也有很多佛的存在 我们 佛说阿弥陀经里面 现在大家呢 在网课的时候 所诵念的佛说阿弥陀经 里面有讲到六方佛 就是东方 南方 西方 北方 下方跟上方 那么 玄奏大师呢 也有翻译 这个佛说阿弥陀经 那么玄奏大师呢 把六方佛 翻译成十方佛 就是东方 南方 西方 北方 还有东南 东北 西南 西北 上 下 总共十方 那么十方啊 有十方的世界的 这个佛啊 现在 在说法 那么 我们修净土的人 那么 大家都相信 在西方 极乐世界 有阿弥陀佛 现在 在说法 所以 以我们佛教的一个世界观来讲 不是只有一个佛 出世在这个人世间 也不是说 也不是说只有永远一个佛出世 没有第二个佛 第三个佛 在我们佛教的一个世界观里面 过去有无量无数的佛出世在这个人世间 未来也是一样 而且 在这个世界里面 也不是只有我们这个世界 现在科技啊 科技啊 非常的一个发达 啊 啊 那么 整个世界里面 啊 有太阳系 有银河系 然后又跨出去之后 啊 又有 无数的啊 这个世界 存在 那么 我们现在 啊 有人造卫星 啊 火箭 也会到外太空 那么 目前 一直啊 还在发展当中 也不敢否定啊 其他的星球 是否有其他的人类存在 那么 那么在我们 啊 佛教徒的一个观念里面 啊 那么有十方的世界 而且 十方世界 啊 都有佛出世 都有佛 在说法 也有无量无数的 这些的众生 啊 那么 依着 个人的因缘 夜报 那么遭感 不同的世界 啊 所以啊 佛教不以为佛陀 是独一无二的 啊 佛教呢 承认有过去 现在 未来 那么有着 那么有着 无量无数的这个佛陀 乃至啊 相信所有的人 所有的这个有群众生啊 啊 不论已经啊 信佛 以佛啊 将来 都有其成为佛陀的可能啊 啊 就是在我们佛法的观念里面 众生啊 有情世的众生 都具有这个佛性 啊 所以都可以成佛 啊 那么因为佛教相信啊 佛陀是已经觉悟的众生 那么众生啊 是尚未觉悟的佛陀 这个是一个方便说啊 佛陀 他是觉悟的一个众生 那我们啊 也具足有这个佛性啊 但我们被烦恼所迷惑啊 所以我们现在 叫做还没有觉悟的佛陀啊 那么在境界上呢 凡圣啊 虽有不同 也不承认啊 另一个宇宙的 创造神的一个存在 所以佛教徒啊 是无神论者 这个佛教里面讲的 这个神啊 就是有创造宇宙的 这样一个能力的 那么在我们佛教的一个观念里面 一切都是依着业力因缘而遭感 啊 那么佛啊 他是觉悟的 这个众生 因地里面 也是跟我们一样 啊 我们现在还在防腹地里面 我们都具有这个佛性 但 我们被我们的烦恼 贪嗔痴 所蒙蔽的 那么只要 依着佛的一个教导 来修行 破除我们的见惑 施惑 沉沙惑 无名惑 我们就可以跟佛陀一样 成就啊 无上菩提啊 但 我们了解这个道理 我们也不要忘记说 我们现在啊 已经跟佛一样了 其实在境界上 还是有差别的 但 我们 只要依着佛的教法 如理如法 次第的来修行 最后我们都可以 成就无上菩提 都可以跟佛一样 啊 断除啊 三界的一个烦恼 解脱生死的一个苦海 今天 时间的关系 就跟大家讲解到此 祝大家业障消除 忽畏增长 阿弥陀佛 故持印经协会 就是帮助弘扬佛法 佛法能否久留于世 和佛书经典的流传 有着密切关系 因此 畅印经书 助印经书 流通经书 对续佛会命 有极大的贡献与功德 故持印经协会 其是种大智慧的菩提善根 欢迎诸位大德 踊跃加入会员 随喜功德 故持请洽 各地中心 道场 讲堂 书房 过洽 03 989 8686 中华印经协会 跨播账号 1965 8482 神明点是板桥备院讲堂 举办礼拜慈悲地藏宝颤 点灯 耀拱 即护生法会 恭请战院法师领众 日期12月17号星期日 上午8点半 地点板桥备院讲堂 地址 新北市板桥区中山路二段581号 联络电话02-2951-0355 02-2951-0355 上午7点半 于捷运张紫翠3号出口备有接驳车 法会备有免费消灾超键排位 供大众填血 最自卑的佛法教室 最自卑的佛法教室 请在生命电视台 最自卑的佛法教室 请在生命电视台 新北市场 新北市城 新北市城 来喽 快来听众国 大家对我来喽 做非来派呼了 精采的故事喔 阿成哥 公告 心無嚴重 毀敵多久 正中嘴鵝 佛十分意 相念地獄 安貧修德 毀毀四月 各位觀眾朋友 阿彌陀佛 今天要來向各位菩薩 所分享的主題 就是我們佛術北台人格經 第三角地 第三角地在裡面經文 跟我們開始 他說佛術北台主要持續受託 以受發生負面 為我們重心努力的目標 曾經佛術北台中BQ 開始北台人格經的時候 他說到第三角地 有說到 我們人的夢想心是貪得無厭 我們的夢想心一直貪一直處 一直貪一直處 為了要滿足 這種探求的心 我們只要怎麼 爬爬思極 連老呢 又做壞事 來正中這種 作惡的機會 一個台性的受傷人 不可以這樣探求 他對自己所擁有的 都會感到自己著 還有準說 我們一個受傷人 他感覺這個物質 他優秀可欠 但是呢 他也要按照自己的動力 一心來受空觀 為什麽 這樣可以療傷的發生 學佛這裏呢 他為著努力的目標 可以說 是以什麽為重要呢 他發生肥皂 我們人間的事業 雖然就好 不要想過接著 講到這裏 北台人格經第三角地 他的重點是要說什麽 就是跟佛提主說 我們人要地獄修得 說到地獄修得 我們就想到說 全軍在團選 在我們百姓當中 李董賓這位生者有一天 他在天界下緩 他要來救助我們這裏 永遠的眾生 結果李董賓在半路的時候 他有看到一個年輕人 這個年輕人呢 坐著肚子 這樣沒力了 沒力了 沒力了 這樣靠得很傷心 李董賓這個時候呢 他就過去 他跟這個年輕人說 他說這位年輕人 你為什麽在這個地方 沒力了 沒力了 你到底是有遇到什麽困難嗎 我們這個年輕人朋友 他就拖著大口說 唉 我的老母 現時是人 發病都在臉層 家裡還沒有錢 來請醫生 為我老母看賣了 我本來想要出來賺錢 來做工 要來幫我老母餘地 但是家裡 就是我 跟我的母親兩個人 我也不可以 做工 走去上班 走去做工 因為這樣 我老母 我的母親 就沒人過 當這個年輕人朋友 他說到這裡的時候呢 哇 這個李董賓呢 聽到有夠開心 他說 想不到這個世間 他還有這麼優好的 這個年輕人家 他家裡東賓呢 他為了幫助這個年輕人 他就用他的法術 把路邊 一顆這麼大顆的酒頭 他一顆精頭 閉上 這個時候 那顆酒頭 變成黃金 李董賓把那顆酒頭 變化的黃金 拿來給這個 好主的面前 想不到 這個好主呢 他的手這樣 這樣搖搖手 表示說 我不要這塊黃金 李董賓這個時候 他的心來 他非常開心 因為怎麼說 他很安慰 這個年輕人朋友呢 他不斷友好 而且呢 他不會添亂黃金 這種軍事實在 在這個人世間裡面 很難去處理 李董賓 他就問這個年輕人朋友說 他說 你為什麼不要黃金 這塊黃金 可以讓你母親呢 這樣過困難年的時間呢 不用擔心 不用擔心 想不到這個年輕人朋友 他怎麼回答 他跟李董賓 先生說 他說 你給我的黃金 有一天 總是會開那個 開玩去 開玩去 開玩的時候 我就不再黃金來生我 我敢要什麼 我敢要你 那一天 可以點酒 成金 金 的金手指 因為有這支金手指呢 我需要錢的時候 他如果跟肚子 有看多少錢 我把它點下去呢 全部可以變黃金 李董賓 聽到這裡的時候呢 對這種人性的 這種添亂呢 敢添一聲 他說 唉 飄人 就離開了 我們人的悠夢 真的就像一個無地道 英文沒有一天 可以這樣 囤的天 那一日 一個人呢 所以說他賺很多機會 賺很多財富 如果他的心 如果是去那種 探養的 來幫他霸佔的 他的生活裡面 他沒辦法去享受到 這種富足的快樂 各位菩薩 世間上 什麼人是第一富裕的人 在佛道 他所說的 佛所行戰 第五官裡面 他有說 他說 富裏不得足 世佬為賓庫 隨便離得足 世佳第一富 這句話是你說什麼 他說 他說 尊重你多好業 但是你如果不得足 你跟善良人一樣 意思嗎 因為永遠散嘛 你的心永遠不足嘛 那善良人呢 他如果是地獄 他這個時候是人間第一富 所以在這個時候 佛道他繼續又開始 他說 清貧的生活 只要知足常樂啊 西西有紅花啊 處處有留力 這就是這個方公在哪裡 就是我們這個心 你有地獄嗎 佛道祝世的時候 他佛道祝世的時候 這個故事怎麼說 他說 有一天 佛道出獄 結果在半路的時候 遇到 一位老人 這位 這位中家 他是一個婆羅門的教導 他流到什麼程度 流到身體已經僵固 他的腳這麼偏僵 都已經緩下去了 他怕路有困難 所以他吐了一支鍋 他再捧一塊碗 為什麼 因為生活困難 沒有飯堂吃 他要出一間飯 這位老人 他怕路 那是外甘苦 走 因為 他那個 僵固的生活 他的管理 如果是向前 吐一步 他的腳 才有辦法向前走一步 所以佛道 看到我們來 知道在心裡 他感覺說 這個老人很可憐 佛道這個時候 他趕緊 這樣 趕緊他的腳沒有 向前去跟那個老人 做得跟他扶著 各位菩薩 佛道這個時候 是在 突破起床 那佛道的主婦 去跟那個老人 跟他看 他就問這個 老人家 他就說 他說 這位長輩 我們到你家裡 沒有孩子 來跟你照顧嗎 老人他回答 他說 我是有兒子 我有親戚 他都已經帶母親戚 他們有他們家庭了 我親戚 他常常在說 我有母親要照顧 連老 他們也有他們的孩子 要養育 我沒辦法 再來照顧你這個老大人 所以他們親戚 沒有人要照顧這個老伯 總是把他照顧出去 那麼在這個時候 那個老人家 他還不知道是佛道來到神父旁 他想說有人來幫忙 想不到這位老菩薩 他說到這個時候 頭上去抓起來 抓起來的時候 他說 哎呦 是佛道喔 哎呦 是佛道 有夠開心 有夠開心 他冠軍擠下去 他冠軍擠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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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佛道啊 你就要救我 你就要救我 我到底是要用什麼道理 才有辦法讓我們的好聲 來給他感化 來給他教育 來給他教育 佛道這個時候 他很尊重的說 他說 道理這個東西 是要用心來聽 才有辦法來給他啟發 他的良心 道理不是說 我們要說 人就要聽 他要用這種 這種 讓對方可以接受的時候 這個道理 對他比較有幫助 這個位 老人家 他聽到佛道說這樣的時候 他說 如果這樣說 要啟發 教育到我的好聲 這樣就困難了 為什麼比較困難 因為他們的心目中 有自己的切離 他們沒有很多時間 來聽道理 他們都是想說 我還想要教人 我比較有可能 要讓人教 而且 我會設立好聲 大家主觀很強 想找別人 到底有什麼問題 要教人說 你對不對 你對要怎麼做的人 所以在這個時候 我如果是要告訴你 讓他聽 真的實在 非常困難 這個時候 佛道他說 他說 這位阿伯 老人家 告訴你 你不好 失望 你只要用心 用你的心 你一樣 可以做得到 老人家 就問佛道 他說 這樣我到底是要用什麼心 我幾辛苦 也不在不散 有好生 有媳婦 有孫子 但是沒有人 沒有人要照顧我 我走到處 大家就是 我當作是一個老去吃 我這個時候 我到底是要怎麼用心 佛道他怎麼說 他跟這個老人家說 你現主時什麼事情都不要生 你把他記一項事情就好 什麼事情 你像你手中手下的那些管子 你要用心把它拿好 為什麼 因為這支管子 你在走路的時候 他幫助 你走運 所以在這個時候 你雖然對你現主時 你所擁有的一切 全部都失望 但是佛道家 這位老人家說 我現在要你用心 來做三件事 什麼事情呢 第一 你要用你很堅信的心 去感恩這支管子 因為這支管子 幫助你走路 沒有這支管子 你對的都沒有那麼多 所以你不是完全 什麼東西都沒有 你還有這支管子 你要生存感恩 感恩這支管子 佛道家 這個老人家說 他就是這樣說 第二 你要用最堅信的心 來感恩這支管子 因為這支管子 是一個保護 所以你要很感恩這支管子 第三 你要用很堅信的心 來感恩這支管子 為什麼要感恩 因為當你在撩水的時候 我們走路 肚子有積水 你在撩水的時候 你可以用這支管子 去試探 這個水的沉沉 好 太沉的 不要過 這支管子 先塗到 這裡太沉 不要過 好 這支管子 這沉沉的 不要緊 安全 不用考慮 那麼在這裡 你這支管子 可以幫助 你所走的路 是一條平平坦坦坦的路 所以在這裡 你也不會說 有這支管子之後 你不會去踏到舊頭 來拔桌了 因此佛道家 這位老人家說 他說 你現實是 你要用你全部的心 去感恩這支管子 你現在說得真有道理 各位觀眾朋友 當一個人 他對他的人生 每一項做夢的時候 你不可以 對他 怎麼說 這樣 一直站下去 說 如果你的名字到這裡 已經沒有夢 不可以 你會找一個東西 特別困難 佛道就是這樣 他跟這位老人家說 他就說 你要感恩這支管子 而且說得真有道理 他說 他就說 如果你的念頭 你的言語 你所說的話 都很用心 這樣就可以感化你的學生了 這位老人家想想說 有力了 我現在又要靠什麼 學生不靠近 媳婦不靠近 這樣我這個時候 我要聽佛道的話 我要來 依靠這支管子 這支管子 就是對我的人生 吃老的時候 幫助最大 要注意 這個老人 他就聽佛道 所開始的話 他對他的兒子 不會亂談 他對他的媳婦 也不會抱怨 都不會 他也不會去找人的麻煩 有的人 那個生我沒有關係 他就四個 這裡同一個 那裡同一個 他就是要怎樣 就是找麻煩 這個老人現在都不會 為什麼不會 因為這位老人家 他一心一意地 每一天都在感念 在感恩 這支管子的問題 他的心 都放在一種感恩的心 雖然他所感恩 這支管子 他沒有生命 但是對他來說 是現實是 他的人生裡面 最需要 這位老人家 一夜夜 就一夜夜 有夠感恩 我有夠感恩 我有夠感恩 這支管子 好 就這樣一直黏 一直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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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支管子 幫助我走路 這支管子 幫助我生我 這支管子 幫助我療癒 這支管子 幫助我 如果有膏 我可以幫他 幫助 所以老人家 他會說 要進入的是什麼 一種三昧 感恩的三昧 這個老人家 他整天就有夠感恩 他的心中 過去那種 無關的十年 完全都消失 老人家 的這個七日後生 他在普通 時他的生活 當中 有製作 有嚴重 有嚴重 嚴重 這是他的七日 最愛的東西 有一天 他們這七日後生 他們聽到人家說 哎呀 我們 王先生 附近 有一位佛道 來這裡 在那裡 講法 他聽說 他可以 適合 這個世間人 什麼人 如果是求佛道適合 大家都可以 到最大的福祖 所以他在七日後生 聽到人家 在團圓 人家在團圓 他說 嘿嘿嘿 我也是要求佛 所以 他在七日後生 佛上 要請 我們今天 聽佛道開始 當時 要佛道 來救福 讓佛道 來修復 這樣 我們的福祖 會長大 所以 他們七日後生 帶到七日 媳婦 一家人 他們就去哪裡 來去 王先生 旁邊 那個 這個 騎車絕山 騎車絕山 佛道在那裡 講大法 他們就去那裡 那一天 老人家在哪裡 他不知道 這個消息 他也是在雞 那裡 抓到一支 碰到一塊 哇 他也是在雞 那裡 要出來 但是在這個時候 老人家已經完全沒有完蛋了 他這段時間都聽佛道 感恩 感恩 所以在這個時候 他就一路走 他就一路靈 感恩 我這支冠軍 感恩 我這支冠軍 那麼在這個老人 他這感恩的心 他所表現出來的這個面容 真的有夠自信 在這個時候 過老人 有一個人 他看到老人這麼自信 開水合水就是感恩 這個過老人 他看得很開心 他就問這位老人家 他說老人家老人家 你的心 為什麼會這麼地獄 這麼感恩 你一定是一位 他很有受賢 有福報的人 哇 這個過老人 就這樣把鵝肉 那個人 他說 你怎麼知道 這個人生在裡面 最有福報的佛道 現在在王先生 騎車絕山 在那裡 摔翻 你怎麼想不去 你怎麼想不去看佛道 讓佛道來幫你祝福 老人家 聽到這個過老人家 跟他講 他說 佛道現在在 王先生這台這裡 在那裡 心裡有夠高興 高興 高興到 他說 我是非常感恩佛道 因為佛道在過去的時候 在半路 住在我 他跟我開心 所以到現在 我過了這麼高興 我的心靈 每天就這麼主宰 這都是佛道給我受的 佛道他給我開心 所以在這個地方 我都不知道 要怎麼去看佛道 可以再聽到佛道開始 這個時候 那個過老人 他就說 我現在剛才要來 我們做回來 我帶你去 我們來聽 我們來把佛道禮佛 我們來把佛道 聽他開始 老人家聽到說 我們要帶他去 趕佛道 他就說開心 感恩心 開心心 好 那個祖雄的心 現在還要聽到文化的心 那老人家 憲主事 那種全身屋 充滿著正向的能量 他就對那個過路人 他就去政社 他就去到那個騎車決山 要來聽佛道 來講大法 走走走 走到他 看到他的時候 佛道就味道 一口 他說 老人家 你這段時間 我都可以跟你注意 你的心中 已經全滿著感恩了 你的心中 全滿著主想 你的過去的那種 萬壇的心都沒有去 來來來 來來來 你來站在前面 跟大家說 你到底是在念什麼 這個時候 佛道在港法的地方 有很多人 在聽佛法 老人家 他也不知道 他的好生的媳婦 都坐在那裡 老人家 開心 嘴笑白笑 他一瞬間就沒有煩惱 說 我有夠感恩 我有夠感恩 感恩這支公園 這樣 背我走路 感恩這支公園 背我生我 感恩這支公園 背我躲過負陷了 所以在這裡 有這支公園 我的人生 真的讓我全滿著感恩 那麼在這個時候 這個老人家 他說 他說 我現在現實是 我感恩這支公園的心 佛道聽了 他很開心 他用眼睛這樣看下面 佛道看到 這位老人家 他的七位好生 和七位媳婦 都坐在下面 他就說 他在這個時候 他就說 他語重心長 他就跟大家開示 他說 對人生最重要的 是什麼事情 就是感恩的心 地球的心 你們大家看 一支公園而已 可以幫助 一個老人家 幫助他像我 一支公園而已 可以幫助這個老人家 這樣 看頭皮面 這樣 看魚來過一隻 所以佛道就跟大家說 我們來感恩 世間 有很多人 不是只有一個公園而已 佛道說到這裡 他說 他說 我告訴你 不知道幽好是大人的人 他的將來的英國 會很吃力 到底是怎麼吃力 他說 如果不知道幽好是大人的人 他一樣 他會去給他的兒子不好 他說 很自然就有這些英國的 報應 而且 沒有幽好四大人的人 他不是敢給他的兒子不好 當他將來百歲年老 還要對立地獄 像這種形的人生 就是欠了什麼感恩的心 對四大人沒有感恩的心 佛道在說法 是很緩緩 很麻煩 他說到這裡的時候 他還說 他說 如果是可以幽好四大人 這種形的人 在人間裡面 就可以受到大福報 跟幽好四大人 就可以受到大福報 所以說到這裡的時候 那個老人跟 親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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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他的老父親 這樣 乖到這個天堂 又聽到佛道在說大法 建設到 真正說 肚子就不肯 如果有就撐下去了 他們這個時候 這個年輕人的良心 全部去給這個境 把他揮發出來 在這個時候 這個年輕人 當時站起來 七位媳婦 也對著他站起來 走走走走 走到頭上 佛道的尊重 跟佛道頂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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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有這種真正好的開始 讓他們知道 佛道頂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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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還會落地 那麼 如果佛道頂戒 跟佛道頂戒 就能夠受到大福報了 所以他們感恩佛道 佛法的開始 這個時候 這七位 孝生和神父 我一個心 回來了 對他的老父親 來到老父親的生活比 跟佛道頂戒 跟佛道頂戒 他說 爸爸 我們很慚愧 我也很慚愧 我今天去這個時候 我要請父親回家 我一定要自己奉勇 這個時候 七位孝生 七位孝生 要請父親回家 來給他們優惠 為什麼 因為佛道頂戒 一句話 在人間 若是家 優惠是大人 就能受到大福報 大家都要來 來這個地方請佛道 來幫他收穫 這不是福嗎 所以聽聞佛法 就能讓我們有福報 收告書 大欺詩 各位菩薩 今天所說的 就是 北台人各經 第三各地 他的重點要說 是